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也会介绍一辆男人一定会喜欢的车 有可能你老婆也会喜欢的 最后我会亲身试试Skoda Anya 的试车报告 这是上星期又有网友告诉我这辆是好车 看看它怎样好快 上星期开始有人在车路士问我一些问题 我不想在YouTube上回答 有时候有些问题是大家都要关注的话 不如我就回答这个节目 第一个问题是有网友说 看到我家里开箱的影片 即是我的新屋那里 门口里有个托车 他问我托车有没有开关 我自己看过 我假如位置就很好笑 就是在托车上 这些真的防君子,不是防小人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下雨或者下雪 会不会在户外充电有问题呢? 其实我也照样做 下雪和下雨都照样充 因为外面的Skoda 其实是有些防护的 不需要太担心 另外,车当然更加没问题 做得这些的话 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车要拍在屋前的马路 怎样善好? 其实真的没什么解决办法 例如很多Terence House 多数都是这样的 所以老实实 我选择的时候 就没有选择Terence House 就是这样的原因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就真的抱歉了 不过 我也见过一些 蠻疯狂的网友 在伦敦那里 直接在家里的二楼 搭上一条充电机 这个你自己考虑一下 我就不建议这样做 最后就是 如果晚间那里 怕不怕充电过渡的问题 你放心 其实这些一定会遇到 你是过夜叉的 没有overcharge 它会自动保护 因为这些电车 一定会保护自己的电 另外就是说到保安问题 也不用太担心 只要记得 插完掣电口的时候 记得锁车 你就拔不出那条充电线 你记住 这条Type II 线 随时要两三百磅一条 记得一定要锁车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电动单车 Sylent S01或是02 这只车 其实你只要拿 Category L3EA1 这种车牌就可以了 你看看英国的网站 即他们的运输署的网站 就会看到这部车 你要考虑什么电单车牌 我相信都是普通电单车牌 为什么说男人的梦想车呢? 开广又说 男儿天职保家券 能够带着你心爱的家人到处去 包括狗狗 是一件上心乐事 以前在渔村就说不行 现在来到英国 如果可以拿着这部车 带着狗狗到处去 当然带着老婆 我老婆怎会批准你买这部车呢? 这部车除了随便看到 可以摆到Snowboard之外 这部车在数字上是超级恐怖的 最低造价68145美金的Rivier R1T 有什么厉害呢? 坐到5个人之外 它0至60秒 只需要3秒钟 不用说了 大家看到的样子也知道 它是一部农夫车 说明做农夫 当然要做得更重 它可以做到11,000磅 11,000磅 挺重的 另外它可以涉水3尺 即是怎么下雨也不怕 而它的速农夫车 可以做到20分钟 就差到140公斤的距离 即是说 如果看到它的速农夫车 你差20分钟 就去到很远很远了 另外它也预计 一定未来的电 是可以走到300公斤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电是用130kWh 另外你也可以加多1万美元 就去到180kWh 神经病吧? Benz的EQS 都是做到100kWh 除了这些数字恐怖之外 有什么特别呢? 很大而已 不止的 它还有4个12V socket 给你用来用电脑 其他电器 难道又告诉你吗? 最重要的是这辆车 是用4个马达 独立控制4轮 那有什么好处? 自己看一条影片就知道了 喜欢在户外煮两餐的你呢? 除了这个箱子可以摆到Snowboard之外 还可以给选择 再加钱 然后安装一个厨柜 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电磁炉 还有一个水缸 可以安装到4星水的水缸 即是可以用来洗碗 煮食 相当正 又是那句 英国有这么多森林 你想想 假日的话 带着一辆心爱的单车 跟你心爱的人或者朋友 一起去露营野餐 然后去探索一些不同的地方 看看湖光山色 这些生活 怎么找呢? 不过很可惜 这辆车暂时在英国 未有计划上市 不过不用担心 逢是受欢迎的东西 一定会很快有的 说到这些题外话 这辆车除了正好之外 它的股份也很正 未上市之前 估值是880亿 但竟然一上市之后 变了1500亿 已经成为车壇界的第三大势力 Rivy 也很疲倦 当然买不到 而其实买电动单车 在英国一点都不便宜 现在你看到 这是迪卡龙英国网站 我最便宜的车是100多磅 现在已经不再复返了 你看到 其实也说是900多磅 就是整个皮野渔村费起 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 在渔村有一架单车 而又不想花太多钱 浪费又要买过 不如将你现在现成的车 改造一架电动单车 怎样改呢? 我的方法就是在Amazon Electronic Bike Conversion Kit 这样就可以了 那里有很多给你的 大约200多磅左右 它就会送一条 这样的 你会看到一个车车给你 其实连上一个车 应该是没有车的 车车你要自己买的 我看到那些 就要安装到后车 大多数后车 而且它会给你一个电 和一个控制器 就可以将一架普通车 变成电车了 据我听一些不同的视频 看见 就算一个六十多七十岁的老伯 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行了 其实最浪费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铺链线 如果你本身已经对单车架构有很熟 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能够搞定 除了换车之外 就像这位人铺铛 就是挂在尾上 然后直接用摩打尺 摩打 带着下面的车 好不好?我不知道 两条影片 我放在下面的铺铛 里面会有购买 和产品的内容 自己想想吧 上星期有网友留言说不知 不如叫我试试这辆Skoda的Anya 这辆车是和ID4同一个底盘 所以售仇姐姐跟我说 其实两辆车基本上 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没说太多 不如先看看它的模型 由今集开始 我都会将我试过的车 做一个表 我希望明天做够多的时候 我就放出来 然后给大家做参考 这辆车的卖价是34,800元 其实跟ID4的入门版 是差不多的价钱 不过ID4只有52kWh的电 而它有60kWh 所以电带真的差很远 而Volksfaren ID4 只能走到210公里左右 而这个Skoda 它可以走到255公里 不要看少这些 有时候你去不去到目的地 就是差这些 Fast Charge 方面 它是最快接受到150kWh 而如果家里就31个小时 如果你出街 或者家里的中充就是9.5 出街的话 28-80% 用100kWh 大约40分钟 而Warranty 方面 就是3年6万公里 防撞都是做到5升 其实说真的 如果3年6万公里 就会有点差 让我们看看车的空间 先看看尾箱 尾箱可以放到585L 真的挺大 当然 有充电电线 Type 2 如果还没有电线 现在就会有电线 你会有电线 有电线 使用电线 或者是电线 你会有电线 现在我们会看 现在我们会看 你看看 现在我们会看 我们会看 我们会看 现在我们会看 以我一米八高,有两个拳头证还好 头顶也是一个多拳头,在空间上不错 始终是一个ID.4的尺寸 坐下的沙发绝对舒服 始终是Volkswagen的子公司,不会太差 姐姐的纹身是否很厉害呢? 别说了,试试车吧 未出车之前,提醒大家 英国的太阳,即使是1.12点,周时都会是这个邪道 我周时是零视野,也挺恐怖的 另外,这次设计这个镜头的角度,大家觉得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下面留言给我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你们告诉我 这些东西我拍得好不好? 因为我始终不是一个拍片人 我纯粹是一条死鬼IT佬 其实今次我测试这个车,我有点点目标 一定会试试它这件事,就是什么呢? 正如刚才所说,如果太阳太厉害的话 看不到,所以也挺危险 现在我在试试这个就是LINK ASSIST 你看到我塞在右边的时候,它要塞在左边 我左边的线后,又去到右边 有没有像一个聚走路? 其实这个感觉不是那么好 这方面我真的有点失望 接着要试的是加速 你看到我,现在摔地台油 好,其实说真的 它的加速不算太夸张 始终是一辆家车 我觉得是合格 因为电车应该要是这样的 试试多次加速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一般般 学理解一马仔 如果电车都加速不快 那买你来把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辆车 觉得静不静 对啊 你会考虑吗? 你会考虑吗? 我需要讨论 我们需要 在这里澄清一下 刚才听见我讲英文 其实我只不过是学这位仁兄 可以帮你帮忙吗? 是的 是的 我已经订阅了房 请问贵姓呢? 我的名字是零零七 不如总结一下 这辆由捷克制造出来的N1 规模器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昨天试试的时候 是有点慢的 这个真的有点意外 另外这辆车也叫做四平八稳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 都是将它和ID4做比较的 有些人说甚至乎好过它 始终尺寸要大 如果你的价格是三万五磅左右 而这辆车也不介意 它是60kWh 电池那么大小 因为我这个是中电 不是那么理想 不过有上一大车身 你要记住 就算你要买一架 Kia E-Nero 或者Hundai Kona 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 不过如果大家给入门版 人家那两只更便宜 还要电是大一点 电车真的不要说那么多 最紧要够电带 如果不是的话 你去到那些地方 倒含倒吠 其实挺恐怖 而且会有那个电池焦虑症 经常要宣住宣住宣住 是很害怕的 另外 如果说车厂症 刚才大家也听过 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合格的EV水准 始终这些都是入门版的车 不可以跟例如EQS那些 过百万的比较 到加速方面 它也是一般电车的水准 8秒多钟 0-100 我觉得中规中矩 令到自动驾驶 我真的有点失望 其实今天我试了另外一辆车 不过就 不想说那辆车 因为又被人骂 那说回 自动驾驶 比我今天试的车更差 因为它很敏感地 两边的车有点像弹珠 令到它很不舒服 综合来说 你问我 如果花35,000 或者35,000 去买一辆大车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不过我自己不会买 Anna说完了 最后讲一个沉痛的消息给大家 政府在刚刚24小时之前 宣布了 将补贴电动车的优惠 由本来最高2,500磅 跌至1,500磅 还要为及的车 本来由35,000磅 跌至32,000磅 才会受惠 当然 如果你买贵的车 没理由有政府资助 大把水没所谓 所以大家买车 又要多一点 今集的车路士 其实本来我还有一些 天朝的科技 想跟大家说 不如先留下星期 我不是怕别人说我 因为我只是崇优 我始终觉得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知道别人有什么厉害之处 我才可以重点反击 下星期见,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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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